這個網站就是build.phonegave.com 上個禮拜我們已經有傳一個 請各位要記得,因為它只有一個免費 所以怎麼辦呢,你要把旧的刪掉 那怎麼樣把旧的刪掉 一看到你這個名稱,旧的這個名稱 請你把它點一下 點一下之後的話,下方會有個setting 點它之後,點它,然後setting settings這邊把它點下去 再拉到最下方 會有個deleter,this app 點下去之後把它刪掉 這個時候呢,你的雲端就空下來了 因為呢,只有一個免費 所以如果你以後要多幾個啦 10個是好像一個月要9.99 大概10塊錢美金 如果你不要的話,ok 然後這個地方,記得重整一下 你清掉之後的話呢,再把它重新整理 因為它有時候你沒有重整 它好像會出一些錯誤 重整一下,upload 我們剛剛的那個app在桌面上 那我就把剛剛那個102app 有沒有,把它上傳上去 這個應該是一個zip檔開啟 那upload,upload之後的話呢 它一樣會出現ready to build 那你可以把這個改一下 比如說改一個名稱 比如說102app 給它底下敘述 我想看你需要打 如果沒有要打 按ready to build 它這個時候的話呢 就會幫你建立 那iOS因為你需要有一個 需要一個這個 Apple的一個開放人員的帳戶 你才有辦法把它變成那個 在iOS,iPhone,iPad上面可以安裝的 那不過這個android手機就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它這個地方 如果灰色表示還沒產生 等到特別注意喔 等到它已經產生的話 會是一個藍色的一個小機器人 那我們要怎麼樣 特別注意喔 我們繳交的時候要繳交一個zip檔 加一個什麼apk 那apk檔怎麼產生的 特別注意喔 apk這個實際上 是安裝在手機裡面的一個程式 其實你只要怎麼樣 點它一下 請各位注意一下有沒有 下方是不是會出現一個什麼 下載的狀態 那實際上你點它之後 它就會幫你怎麼樣 下載成 就是說 這一個的apk 有沒有發現 點它 它下載下來 就是什麼的apk 那將來你們要繳交就繳交這個 那名稱的話 我看你就自己再改一下 也許叫什麼 102app 這邊把它改102app 這樣OK齁 後面的話把它刪掉 留apk 這樣就可以了 那如果說將來你要讓人家 安裝這個app的話 把這個寄給它 email寄給它 它收到 就可以安裝 在它手機裡面 OK 大概會有這個部分 就是刪掉 另外第二個就是說 下載apk 那繳交的話 請你繳交兩個檔案 一個是 這一個 一個是 這一個 這第一個 第二個 變化題的話 也是一樣 這個 跟這個 不過記得變化題 不要用中文的就好 你自己再轉換成英文的 OK 畫面還給各位 今天的話我想 因為這個時間關係 所以 沒辦法 超過一點時間 所以請各位 下一次記得 就是說 這兩題的變化 就是一個是102app 一個是102的變化題 下個禮拜的話 我們會繼續看106 106的部分 所以回去有時間的話 可以自己再看一下 OK OK